好,这一段情呢,现在呢,确实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陈美凤跟老公David几乎已经撕破脸了 到底什么时候离婚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 好,就在呢,这个时间点David不甘示弱哦 也发出声明互杠了 甚至还透露说曾经呢,被陈美凤的朋友呼巴掌 双方呢,互相的攻击几乎已经不见情分 我是因为还蛮念旧的 比较带一点传统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一向都比较低调 那么像年轻人可能叫我喜欢有什么关系 才在镜头前,以老大姐的姿态 大方谈及自己处理感情的态度 和给随瑶王恋建言 但其实陈美凤自己也还在感情风暴里 David再发声明反驳了陈美凤对他的种种指控 说要把名下财产过户给养子 遭到David反对 David就不满陈美凤把往事往台面上班 还有两人在三重办公室的资产 陈美凤说公司全都由他投资 David则吐槽表示 公司房屋原先就属公司名下 两人说法明显有出入 另外陈美凤指控David有对他动过粗 David也驳斥自己是遭到陈美凤的友人 呼巴掌才会动怒 但只摔了陈美凤的手机 并没有动手打人 至于刻意失联和债务的纠纷 David则在声明稿中纷纷推翻了陈美凤的说法 双方隔空喊话到底谁对谁错 只有当事人最明白 不过随着九年感情的消逝 其日的家偶便怨偶 互看两瞪眼是越看越讨厌 中天新闻黄明军建议文台北报道